2019年7月11早8点 收到姬献林孙女的微信 说早上好我们已经回到北京 7月7点18他就回到北京了 发给我一个季青 写的爷爷世事十周年之计 姬献林国学讲堂 姬献 姬献在美国 中文仍然很棒 姬献林 姬献林晚年的照片差不多都是我拍的 好多人不知道是我拍的 我那时候也不打很大的水印 现在才打 为什么现在打呢 因为好多人都那么剽窃我照片 连我名字都不写 现在姬献林的那个 姬献海写了我的名字 汤舌增舍 不看了 看这眼睛疼 姬老是十年前的今天死的 很早就死了 我是指很早早晨 八年多钟新浪的腾新浪的陈童 让他的秘书叫什么叫田田 问我姬献林是不是死了 我说我不知道 因为我在广东呢 我跟姬献林在广东采访 叫朱江的故事 我出了一本书叫黄河的联想 黄河的联想的书名是姬老给我提的 后来我想中国南方还有珠江 我要出一本珠江的故事 又是姬老给我提写的书名 这是黄河的联想 姬老给我写了好多题目 他叫姬献林 叫齐藏 藏就是玄藏的藏 他喜欢远行 他也不进行什么体育运动 老年了 他的腿不行 他就只能坐着 坐着躺着 坐着躺着 住到301以后就特可怜 为什么呢 我就不愿意人来我这 老了我 不是老了 我海湾战争后就中毒抑郁 我就怕见人 所以我这狭小的空间 就是我的最后一个堡垒 可是姬献林不行 他住在301里边 那病房倒不错 他除非躲到厕所里去 他只要不到厕所 任何人敲门 他都得跟人说话 跟人说话是很累的一件事 姬老死之后 新浪的总编陈彤就问我 是不是死了 我就赶紧给继承打电话 就继老的儿子 他儿子不接我电话 后来到了晚上七点多钟 姬成跟我说 让我到北京站对门 北京站呢 就是现在叫北京东站 对门东北角那个饭店 去见面 在那告诉我 我就带着我的编辑 江林一起去的 到那碰到了文化部的一个副部长 还有什么安全局的局长 什么一堆人 我当时就很难过 姬仙林是7月19号火化的 我一直走到那个烧他的那个炉子的边上 我把他身上那个 档旗不能烧 这是盖着他身上的档旗 我就把那个档旗给拿下来了 拿下来我没地割 我就放在我的 塞在我的衣服里边 嗯 那个有点掉色 我身都身体都红了 呃 姬仙林 我这儿还有好多姬仙林 跟我写的 纸 字条 我都找不着了 因为我这儿太乱 我这儿太乱 稀里糊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嗯 嗯 季青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呢 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还是这会儿刚上火车 他要来看我 我还怕人来看我 我这个闭着的空间不适合人来 我越来越怕见人 我网上看 一个孙子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 提图那个就是我的照片 既不输我名 也不给我稿费 土志强 我这个帮我打版权关系似的人 也不到位 这是姬仙林给我写的最后一幅字 嗯 我没让他写 他让他的护工 呃 给我的我不能说他的护工的名字啊 这个人已经已经不当护工藏起来了 叫大强盗 大强盗摄影机 嗯 为什么叫大强盗呢 季老有一只猫叫大强盗 啊 呃 他住301住了好多年 有一天他回北大 为什么回北大 因为他孙女是美国籍 美国籍就不能进301 301是军事禁区 不许任何摄影器材进 我能进是张旭三和四姐他们家 还有其他军队的一些朋友 包括姜林他爸 那时候都住在301里面 另外姜林的战友 文德公是301的政委 所以我的气才能进 还有就是我是耳目喉舌 呃 季老的学生跟季老感情很深的 大概就是刘伯 嗯 就是那个许晴的男朋友 影星许晴 我认识许晴就是 在刘伯和季贤林那 呃 他帮季贤林出了好多特别大 不投 适合摆在那儿 不适合阅读的书 后来刘伯已经死了 我发表过照片 悼念过那个人 呃 季老真正 陷于困境的时候 来帮他的学生不多 嗯 他就认为 呃 如意文乱 反而狭则以武犯进 他那时候就特别想要狭客 狭客他就认为 我是大强盗 因为我不是他的学生 嗯 他就让人写了这个字给我 大强盗摄影机 他知道我是永远摄影的 我只要是人家不让我摄影 我就不去了 我是为摄影而生的 所以我就 呃 他就老让我出摄影机 但是摄影机是很难出的 我的摄影不美 我的摄影都很残酷 残酷就不适合 不符合中国的美学标准 呃 我认为我拍的都是历史 嗯 我就老拍历史 历史按照凯撒的话 叫威逆威递 就是我来了 我看见了 我赢了 按照孔子说的 孔子说的叫 呃 所见识 就是说我亲眼所见到的 所闻识 我亲耳所听到的 所传闻识 亲耳听到的的人 又讲给我亲耳听的 嗯 后两个 所闻识 所传闻识 都不如所见识 所以我都主张 我所见识 我拍 那时候我拍视频还不多 这季线临死 我才开始拍视频 因为只有视频 才能说明 照片 没办法说明的 现场的情况 嗯 事后你可以弄 口述 口述 实录 但口述 实录 不是现场的记录 现场记录 难度太大 你得带机器进 你得拍 拍完了 还得把这保存下来 嗯 嗯 机器要带到现场 都是很困难的 呃 稀里糊涂 一说到记老 我就晕 嗯 本来记老 应该是北大纪念的 因为北大 是中国的最高的学府 也是纪线临 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 他从德国回来 就在北大的教书 死也死在北大 在中国 呃 郭沐若之后 呃 能够死在301的 纪线临 绝无仅有 跟他平起的 还有一个人 就是钱学森 所以纪线临的 这个级别 那是别人 没办法有的 嗯 呃 比如给纪线临 拍马屁的 行行色色的人 谁要想纪线临 见纪线临 就得给纪线临 打手机 纪线临的手机 每月交电话费的 你知道是谁吗 是范增 嗯 连范增都崇拜纪线临 我拍过纪线临 葬礼的时候 范增 来给纪线临鞠躬 嗯 继承跟范增耳语 说的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那时候 我拍的是照片 而不是视频 现在我拍视频 一镜到底 不剪辑 冰雪 所以一站起来 就头晕 所以就老躺着 老坐着 嗯 今天肯定北大 还有什么 辽城大学 跟纪线临有关的 那边 诸 诸道念 纪念纪线临 我没有 啊 我去不了 我这儿就 哎呀 都发霉了 这是纪线临 写给我的字 唐诗增取经 嗯 佛教图书馆 唐纪线临 净题 他一般不写尊敬 这是他写给我爷爷的 我爷爷是更老的北大 我爷爷是北大第一批学士 中国最后一批进士 我这儿 再嘚嘚嘚 唐老亚摄影展 嗯 纪老想让我办摄影展 我这摄影展 摄影展我倒不想办 我想把我拍的那些照片 捐给一个地儿 那天我对原来的北大党委书记 任延伸说 我说我捐给您得了 他说别别别 咱们得找一个 值得捐的地儿 这也是纪老写的 这写的字不能给人看 这看着惹事 这个是 嗯 接下来跟我说的 让我注意安全 假话全部说 真话不全说 我有一个特大的毛病 见谁 第一面我就把真话全说了 哎呀 纪老给我的字很多 我都找不全 我家住在石沙海 这是我现在正在写的 嗯 等我写完这本书 我就死了 啊 朱江的故事 嗯 还有呢 一个小堂老牙老弟的那儿去了 特别爱把那个给人吹牛看 纪老管我叫老弟 我跟纪老是以兄弟相亲 别人都是说是 管纪老叫徒弟 还有争谁是关门徒弟 我跟纪老是兄弟 你看 唐老牙老弟 爱国 孝亲 尊师众友 爱国孝亲什么 爱国就是说我没移民 孝亲就是我孝敬我爹妈 尊师 啊 就是我 不说我老师的坏话 不说修前的坏话 众友 纪老就是我朋友 所以纪老说 唐老牙老弟 据说纪老死的那天 还写了三幅字 一个是给汶川孩子写的 汶川孩子就是 实际上是给钱文中的 弟子龟的那班提的字 因为那个听课的弟子龟是 呃呃 四川汶川的 一个是给孔子学院写的 孔子学院就给了北大的江山 那个呃 不说了 就还在北大 现在还在北大呢 给了那个 给了他 他也是山东的几宁人 还有那个 还有老套多了 纪老我就不给人看了 纪老这种小字就更多了 呃写了三个字 但是底下有人告我说 纪老那天写了五福字 其中包括给林青哪个宾馆写的名字 我就老觉得纪老 谁去 让他写字 他就写字 他也不敢不拒绝 啊 他活的特累 嗯 呃 以前李玉杰在他边上时候控制的那个范增交钱的电话 不让谁进 谁就不能进 到后来谁都进 谁都让他写字 他也不敢不写 他喜欢谁就用毛笔写 他不喜欢谁就用圆珠笔写 用签字笔写 嗯 人老了 挺可怜的 我说了好多风话 现在是2019年 7月11日 十年前的现在 纪老死了 纪老永垂不朽